大家好,今天咱们就留下多肉 进入冲天养多肉 这两个剂尾一定要做好 不然的话不单单不生长 而且特别的稀疏 这个茎干比较的瘦小 虽然这个多肉都有很多人喜欢养护了 它可以作为叶片繁殖 能够一盘变多盘 这一点就受到了很多人喜欢养多肉的原因 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哪两种剂尾不能够给它做的呢 首先说一下第一个 吃浓肥 进入这个春天养 最好不要给它适用浓肥 适用浓肥的话对它的生长是不利的 比如说一些饼肥水 自己发酵 没有经过腐衰的一些饼肥水 也不要给它做一个浇灌 最好是使用一些多用型的水用肥 给它做一个浇灌是比较好的 特别是一些新手 没有掌握好这个施肥的方法的时候 最好是使用一些水用肥 或者是颗粒肥 给它使用是比较好的 通常使用的话都是这种水用肥为主了 这种多用型的高浓素水用肥是比较好的 因为里面所含的 活性多糖胡萝卜素 氨基酸成分是比较多的 它可以促进根 茎叶 还有整个脊柱的生长的 使用的方法是特别简单的 如果不懂的话 可以按照里面的配比说明 给它做一个浇灌也是可以的 一般都是5克对上300毫升的精水 给它15天或者是10天左右 浇灌鱼就是比较适合的 特别是在南方养护的话 这个天数是比较适合给它浇灌的 如果不想是用水用肥的话 可以使用这种微生物有质肥 颗粒肥给它使用也是可以的 这种的话40天使用一次是比较好的 适量的撒一点点进去就可以了 撒进去之后呢 给它适当的喷些水物 或者是用一个尖嘴盒 慢慢的消灌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呢就很好的让它吸收了 最后一个就是光照了 进入这个春天 在南方这些地区 这个温度是极高不下的状态下 咱们可以给它适当的一些散色光照 可以了 不要给它做一个降光曝晒 降光曝晒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微粘部生长的了 最后养着养着就剩下一个花板了 最好是散色光唯一啊 不要给它降光曝晒就可以了 虽然这个多油呢 是雪光的一种植物 不过不要降光曝晒就可以了 也很多新手不懂 就是把它放到一个强光的位置 让它生长 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除了以上两点之外 浇水啊也不要给它太过频繁 太过频繁的话 它也会造成一个伤根的现象的 还有叶片微粘 极极不生长的情况的 使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偏干唯一啊 不要认为它浇水了 就给它不停的浇水 这样是错误的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些方法 对一些新手有比较大的帮助 好了 下期再见